嗨,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 自从上个星期我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我个人的一个经历 就是我亲眼见到耶稣的一个经历 然后今天我还想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奇迹 就发生在今天早上 我首先很抱歉,我今天戴的墨镜来讲 因为我的眼睛,我的右眼,这两天很严重的感染了 然后从星期五开始就完全就睁不开来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奇迹就跟我这只眼睛有关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严重到什么地步 这是我当时拍的一张照片 能看得清吗 就整个眼睛就已经就是肿得不像样子了 是星期五开始肿的 然后星期五星期六 我一直就是睁不开的状态眼睛 就是完全基本属于失明的状态 然后今天早上,今天星期天 我今天打的去教会 今天打的眼睛算是睁开一条缝了 然后我就去教会,我带着纱布去的,带着纱布,闷着眼睛去的 然后我们那个牧师 他看到我以后 他就说,哎,你怎么了?文灵你怎么了? 然后我说,我眼睛感染了 然后他就把手放在我的头上 像这样,放在我的头上 然后又为我祈祷 然后说,我以主耶稣之名 请所有的魔鬼全部都离开他的身上 放开他,松开你们的手 放开他以主耶稣之名 赶紧治愈 就说这些话嘛,就祈祷 然后奇迹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当他手放下来的时候 然后我就感觉到圣灵的充满 我就感觉到圣灵 我觉得啊,好热 很像火烧一样,很热 就感觉圣灵一架就住进来了 然后我当时也没有觉得什么 因为圣灵充满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 所以我当时就没有觉得怎么怎么样 我就后来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当时还蒙着纱布 然后我就在想,看看是不是好好一点了 然后我就去拿手去喷 因为我以前,我以前,我就是早上 还没去脚趟之前 我那眼睛就是已经完全不能碰它 完全不能碰它 稍微一碰就很疼很疼 因为它那个眼皮里面感染了 然后整个眼睛就肿成了 很疼很恶心的样子 然后到时候我就想,嗯,我试一下 我就按了按,咦,没反应 觉得不疼 然后再按按做,按按又按按 发现天哪,完全好了 然后我就把那个纱布就撕下来 我那边就很激动 我就觉得太神奇了 我就觉得 就那么,嗯 几分钟的,几分钟的事情 就在纱布里面 然后我后来就把纱布一撕 我就去洗手间 看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就完全睁开来了 然后那个肿也退了好多 退了好多 然后我在按按都不疼了 任何那个疼痛完全就走了 疼痛就已经完全就离开了 只是那个红肿还在那个地方 然后就是这边可能还一部分红肿 然后还要等一段时间去消退 但是我眼睛就可以完全的睁开来了 所以这就是,这就是一个奇迹 我们看到就是圣经里面 在马太福音啊 包括约翰福音啊 你们讲到很多耶稣神迹的事情 耶稣治愈了很多很多人 对不对 现在就是我们以耶稣之名 同样可以去救很多很多人 我们就是基督徒也知道 就是说,上帝给我们九个 gifts,礼物 天赋 怎么讲 其中有一个就是治愈的能力 你就可以治疗别人的能力 我的那个牧师是有这个能力的 所以他当时给我祈祷的时候 我的眼睛有一下就好了 就很多人不相信 很多人不相信说 那个是书上讲的 这个圣经上讲的2000年前的事情 怎么会是真的呢 2000年的事情 就算2000年前发生是真的 现在也不会存在了呀 我告诉你 存在的 这2000年发生了什么 难道上帝耶稣 上帝耶稣突然哪天死了吗 没有 他一直都活着 上帝一直都在那里 2000年前能做的事情 你现在还是能做的 2000年前耶稣所做的所有事情 你现在同样也可以做到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然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刚刚讲到圣灵嘛 我想讲一下我自己和圣灵的一个 一些经历 嗯 我是从 我是10月1号开始新年宿的 新纪录的 然后 10月1号 当时我男朋友跟我讲了很多很多关于 就是 他介绍了很多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事情 我当时觉得很惊讶 他其中就讲到一个收方言的能力 说方言 嗯 我我 我对中文的这个翻译我觉得还蛮奇怪的 说方言 在英文中间叫speak in tongue speak in tongue 他就是用舌头说话这种感觉 因为说方言的话 你绝大文就是在舌头 就是舌头在动 嗯 对 我觉得speak in tongue 是一个很很很很 很恰当的一个描述 嗯 然后中文翻译是说方言 但是他他跟我们那种 嗯 怎么讲 讲苏州话 上海话 南京话 四川话 这种方言是完全两回事情 嗯 当时就跟我讲了一个说方言的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 那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能力 然后他就 他说了一段方言给我听 我完全听不懂 当然我相信 除了那个有 那个 怎么讲 就是可以翻译方言 翻译方言天赋的人 这种以外 嗯 正常人是完全听不懂的 因为那个语言是天上的语言 是天堂的语言 是天使的语言 嗯 怎么讲 嗯 嗯 嗯 英文的圣经里面说是 叫speak in spirit 就是用精神上的领域通 精神的 在这种精神世界的语言 speak in spirit 是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听说以后吧 我就觉得很神奇 我虽然不懂是什么 他跟我讲他说 speak in tongue 是很 是个很必须很必要的一个能力 因为 因为 当你可以 当你可以说方言 当你可以 speak in tongue的时候 你就可以 感受到很多很多 spiritual的东西 就是 嗯 精神上的东西 就是精神世界上的东西 所以我一直跟我父母一直在讲说 这个世界 你看到这个世界是物理上的世界 这是 physical world 然后还有一个spiritual world 一个精神的世界 是你们看不到 但是是真实存在的 然后 我以后会讲到很多 关于spiritual的东西 所以啊 大家首先要经历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世界 在你看不见的一个状态下 它有另外一个世界 就像你的灵魂 你的思想 你能看见吗 但不代表不存在啊 对不对 所以啊 然后就是 啊 讲到那个语言嘛 他就说 他就跟我讲说 说方言的能力很 很重要 因为他是你 你当你可以说方言的时候 你就可以 和精神去沟通 和精神去沟通 它是因为 它是一种language in spirit 所以 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语言 所以 它就是用来和圣灵沟通的 你说 这个方言 你听不懂 你自己也听不懂 你在讲什么 但是 这是一种圣灵的语言 然后他会 用最 圣灵会用最完美的一种方式 就当你用 方言去祈祷的时候 圣灵会将这个语言 变成上帝 最能接受的一种方式 传递给上帝 这个能够理解吗 就是说 当你在说方言的时候 你自己听不懂 你在说什么 但是你要知道 说方言 是你祈祷最好的一种方式 因为 它是一种 它把 它因为你自正常说话 你这样祈祷 爱上帝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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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的语言 上帝那里不一定接受 他那边接受 肯定是另外一种方式 接受 但是说方言 那个能力 那是上帝给你的语言 那是上帝给你的语言 这是他最能接受的一种语言 所以 所以我 我是很建议大家 去 求这个说方言的能力 当然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很多朋友 我的很多基督教朋友 他们就对 苏方言的能力很不屑 就说 这个能力 有没有都一样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 你如果想 增强你自己的 spiritual的 就是精神上的这种力量 你就必须要 有这么一个能力 去增强 就是 我待会会说这个 然后先把我刚刚那个故事讲